郑州发生千年一遇的洪灾 科威特气温竟然罕见的超过了70度 我们的地球究竟怎么了 这些恐怖的极端天气意味着什么 世界按照这样的状况发展下去 会把人类的命运带往何方呢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人类现在也许正在作死的道路上极齿恐奔 搞不好百年之后 文明倒退至中世纪水平 现如今的科技会变成神话般的存在 这样的景象很难想象吧 大家好 我是妙阿屋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纪录片 地球二一云民 他基于当今世纪的状况 请来著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 以现实为依据 推演一下这种匪夷所思的事 会如何一步步的发生 每一个文明在辉煌时 都会觉得自己真的会灭亡 比如曾经的玛雅文明 罗马帝国 拜暂停等等等等 但结局我们也都看到了 曾经的不可能都变成了现实 全盛世纪的玛雅人口有近2000万 在天文学 数学 农业 艺术及文字等方面都有着极高成就 但人口的过快增长 却消耗了这个丛林文明周围的资源 加上长期的干旱也影响了耕种 导致城邦之间为了争夺紧缺的资源冲突不断 想必这个辉煌文明的最后时期 一定经历了一段可怕丑陋 突破人性底线的大饥荒 罗马帝国也有着类似的问题 不过 它是个横跨了三大洲的帝国 所以更像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今社会 这个庞大帝国发展到最后 无法生产足够多的食物提供给国民和军队 从而引发了财政和金融危机 等资源耗尽 整个帝国也随之崩溃 最大的城市罗马 人口从一百万骤降到了三万 这是何等的惨烈啊 再说说复活节岛 一个与世隔绝的偏远岛屿 却也曾因物产丰富而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文明社会 可随着人口的增长 对木材需求的增加 人们不断地砍发树木 直到最后一棵树也被砍到 那里就变得再也不适合人类居住了 这个坐落在太平洋上的孤岛 其实就如同宇宙中地球的缩影 过渡榨取自然资源 就是自取灭亡啊 综上看来 所有社会崩溃的原因 都是过快增长的人口摧升了澎湃的需求 过渡消耗了自然资源 破坏了生态平衡 几乎随之而来 并导致人口锐减 而如今世界人口不断增长 资源过渡开发 环境持续的化 这样下去 一旦突破了环境尘压的临界点 我们可不就会重蹈前人的覆辙吗 发生怎样悲惨的情景呢 这一切还要从疯狂的人类 为了追求所谓的经济增长 无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过度使用自然资源开始说起 虽然我们也意识到了 过度开发会带来的危机 但没人会真正相信 文明会因此而覆灭 因为从人类的视角来看 这是个极其缓慢的过程 可以正因此 它犹如温水煮青蛙 我们自信地觉得能适应环境 随后却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 现在 我们虽然理论上明白环境代恶化 水石油土地等资源都已经濒临溃乏 但日常使用上完全跟个没事人一样 尽管政府也意识到了后果 可该用不也还得用 经济发展不能落后啊 不过也是有一些对冲操作的 比如投入大量经费研究备用能源 希望未来用风门太阳门 取代烧煤烧炭的火力发电厂 减少温室气体排入打气 来阻止气候恶化 可这来得及吗 反正来得及的话 天下太平甚至如你所愿 但这种情况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内 我们假设大自然抢先一步 冰川开始融化 挖斗提前绽放 鸟类动物都提早从前席地返回 不过这些微小的变化虽然不同寻常 但在没有出现确切的灾难前 人们根本不会翻燃醒悟的 毕竟神类的多性是刻进基因里的 而大自然的报复虽然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气候变暖会加快蒸发周期 这会大大改变地球的气候和降雨量 什么干旱啊 台风啊 洪水啊 只会比往常来的更加猛烈 因此如果全球不能大量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话 世界各地将持续出现 越来越多的子弹灾害 神类迟早会走上一条不归路 比如全球的冰山将加速融化 其中80%会彻底消失 可冰川在干燥的夏季 会提供用来灌溉的降雨 所以如果冰川消失 就会遭遇严重的旱情 那么大部分的食物供给 也会随之消失 尤其是非洲的降雨量 随着时间推移将持续下降 那么饥荒就会开始出现 同时干旱会使各地的水库枯竭 为了应对淡水的减少 人们不得不吃橘子 在沿海地区建立庞大的海水淡化场 来恢复城市的洪水系统 但太远的内陆 因为无法被这套建水系统辐射到 并开始萧条起来 到2040年 全球人口预计会接近90亿 但资源的短缺 也会使这个世界开始混乱起来 难民越来越多 数百万的人 乘寻截队地涌向发达地区 即使出动军队 恐怕也拦不住跨过难民的大迁徙 而世界三分之一的物种都会走向灭绝 自然界中有五次物种大灭绝 至少一半的物种早就消失了 但以前都是由于自然灾害引起的灭绝 而这第六次 则是由于人类繁殖能力 远超其他物种所引起的 在2050年 高温引起的冰川融化还在继续 海平面不断升高 所有沿海城市 都面临着涨潮时 被海浪席卷的潜在威胁 人们不得不考虑在近海建造堤坝来保护城市 这也将是史上最浩大的土木工程计划 另一方面 为了最大程度的利用珍贵的水资源 人类减化了自己的粮食体系 可这么一来 整个生态循环就会变得更脆弱 虫灾必有一天会大爆发 那么 像世界供给粮食的庞大农场 就会被红虫啃食殆尽 当然 这其中也会有一部分城市 凭借宜居的气候 优越的地理位置 建立其一套自己自足的循环体系 比如美国的纽约 它拥有繁荣的港口 丰富的渔业 摩天大楼顶上还装着锋利发电机 贴着薄薄的太阳能发电膜 每家每户都在家种植瓜果蔬菜来自己自足 这种城市的建设和治理水平 已经是堪争模范了 但这样的标杆城市毕竟是少数 世界也不会就此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等到2060年 人口进一步增长 资源越来越短缺 气候问题日益严重 海平面缓慢上升 而海岸堤坝也在如火如荼的继续建造着 这项工程游入一块磁铁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求职者涌入城市 但人口过多又没有足够的地方安顿 大家只能搭建难民营一样的帐篷来住 乘此以往 那将会变成病毒的培养米 时间来到2070年 海平面上升了90厘米 很多著名岛屿全被淹没 所有岛国不复存在 世界地图也因此被重新修改 而沿海国家那些耗费巨资建造的大坝 经过20多年的努力 工程进度已经接近尾声 但所有的大坝 都是在假设海平面是逐渐上涨的前提下修建的 可现实却并不是这样的 危机无处不在 比如科学家们也探测到 大气中的甲烷含量出现异常 原来自冰河世纪以来 北极的台原之下 就一直冰封着洞植物尸体分解所产生的甲烷 而大气温度的迅速升高 导致台原和涌洞层开始消融 大量甲烷气体和二氧化碳 也被释放到了大气中 这对大气的影响 可远比人类排放二氧化碳 颜度二三十倍啊 甲烷气体会使全球的气温陡然甚高 就像推动电闸 到达一个临界点后 巴搭一下 忽然就把地球的暖气开了起来一样 这将导致格林兰边缘融化 海平面上升整整七米 如果人类不采取行动 那么全球沿海低地城市 将会迎来灾难性的大洪水 各国政府不得不一起商讨应对策略 虽然问题棘手 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办法 最终宇宙顿计划上线 2074年 全世界输千架飞机 开始向大气层喷洒二氧化硫碰雾 这种气体会形成威力 阻挡阳光射入地球表面 暂时冷却地球 与此同时 太阳不再次眼 一整年看起来都是那种日落模样 这可以说是人类最后的手段 但这方法吧 很难精准操控 也许会造成过度降温 演变成另一场灾难 或者其他预料不到的环境问题 比如神们很快发现 这种人为加工的云层会消耗臭氧层 这臭氧层一旦消失 所有生物都将暴露在超强的辐射之中 这会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健康 最终宇宙顿计划被迫停止 但停止喷洒气体 冰原又将继续消融 而且速度会比之前更快 海平面的高度也开始暴涨 如果真的增长上几米 那原本设计预防风浪的水坝可就进来了 人类很难应对迅速上涨的海平面 这又是一场难以想象的毁灭性灾难 2075年 纽约预测到 有一股高达6米的风浪正向暗边袭来 随着风暴逼近 工程师们着手关闭港湾大坝来抵御风浪 可其中一扇闸门却出了问题卡住了 整座大坝成了摆设 而风暴抵达时 正值涨超时分 洪水冲进地铁隧道 所有列车均受影响 潮水伴随着巨大的海浪汹涌而至 淹没了整座城市 政府不得不撤离市政厅 整座城市一片混乱 第二天风暴过去 但海水并没有因此退去 一切都浸泡在海水之中 当然这只是暂时的 不过到洪水退去后 城市也变得一片狼藉 到处有东西在腐烂发丑 市民们担心 城市会一次次被海浪攻陷 他们想要离开 却无处可去 毕竟其他能住人的城市 人口也接近饱和 根本接收不了那么多难民 2081年 海水又上升了1.8米 有钱人都转移到了 地势更高的地方 而地势低的平民区 连自来水都被污染了 承认每一天 可能都吃不上一顿饭 洪水还会时不时的清晰过来 长此以往 无疑就成立一并的温床 而且因为交通发达 只要几个人坐几家飞机 病毒就能迅速向全世界传播 并不断变异持续蔓延 全球所有人都被迫停工 可每天依然有大量的人死亡 尸体都来不及处理 2084年 人口只剩40多亿了 而且还在不断减少 随着死亡人数越来越多 服务行业彻底垮腰 停电成了家常便饭 网络也总是断断续续 直到有一天 能量耗尽 电话网络全部瘫痪 当通讯崩溃 谣言就会变成通讯系统 大行其道 究竟是洪水来了 还是恐怖分子干的 没人会知道 民众会变成一群乌合之众 社会秩序开始失控 暴乱频发 人们会趁机宣泄 长久以来 即将在内心对贫富差距的不满 这种时候 行李根本顾不过来 政府已经衰败 世界开始垮掉 无数的人因饥荒而死去 2085年 人口还在不断减少 那时候人类社会正在逐渐退化 城市已经被遗弃 因为地下隧道和建筑根基 一直被海水清洗腐蚀 所以街道会下沉 摩天大楼随时会坍塌 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而大自然很快会接管一切 这也更会加速城市的衰败 土地被分成了数百万个果园 并且相互之间拒绝往来 每个人都在保护自己 少之又少的那部分 人类的发展 可能会倒退到 类似中世纪和欧洲那样的时代 受到封建制度的压迫 并为了仅存的水源和能源 而不断打仗 人性被释放 人间如同电雨 文学艺术大量消失 20 21世纪 那些惊人的科学突破 很难被保存下来 所有基于电子技术的东西 都将不复存在 只有那些幸存的老人 才真正见识过人类曾经的辉煌 人们要重新学习几个世纪前的生存技能 学会如何在这恶劣的环境里生存下去 人们也不可能再真正的走出去 去看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 这将会是一个多么令人绝望的世界 人类可能要再花上千年来重建曾经的家园 当然 这种想象 是在我们最糟糕状况下的推演 不过 它犹如一个警钟 提醒着人类要为自己的将来做出改变 来保护我们珍贵的地球 那么 要如何构建另一条发展道路呢 对于个人来讲 节能节水 光盘行动 公共交通出行 都是保护地球的方法 如果每个人都能践行于此 那将会有质的变化 当然 政府和工厂也需要大规模的改变 发展清洁能源的使用 只要能改善气候问题 跳出恶性循环 人类才能享受到更加繁荣稳定的荆棘 好了 就这样 我是一只常年撒狗粮的猫